历史是一个不断循环的怪圈 一千年后 从大草原入住中原的北魏肖文帝 进行着另一种中原化 他发布一道道命令 全力推行汉化 全力汉化的结果 是使原本属于马上民族的 鲜卑皇帝都不再碰弓箭了 陷入了温柔巷中的鲜卑贵族们 迅速腐化 竟将攀比谁会享受 在汉化改革令发布63年后 政治腐化贪污成风的北魏王朝 在内乱中走向灭亡 孝文帝改革 就是把私家大族的这一套制度 全盘了搬到了他们的先辈族里面去 不是因为他们进了中原 而是因为他们接受了 汉民族当中的那个贵族制度 使得自己贵族化 贵族化了 他就迅速走通了腐败的道路 过渡中原化就意味着丧失战斗力 女真人是最典型的例子 金征服北宋之后 女真人骨子里的民族精神 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 沉溺在吃喝玩乐中的女真人 变得懒惰懦弱 以至于初始金朝的南宋使臣 惊讶地看到 那些昔日一文战斗 则跃跃欲试的女真勇士 现在在出征前 居然像女人一样 牵住家人的衣服 哭哭啼啼 事实上 这些令人扼腕的历史 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先例 日后的民族 征服人家同时 比先进的文化所征服 这个是必然的 当而他们吸收了那些 所谓正统的那些民族 他们的悠长之后 或者融入这些民族之后 他们往往丢掉了 他们最本贞的东西 但是他就 他还在丢掉了之后 他自己并不伪异 他甚至洋洋自得 但是这的时候 他完全不知道 他曾经崛起的地方 他的周边 那些有野性的少子民族 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 他的地盘 危险 危险 已经悄悄地要来 和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大事一样 武师入影 这已有着多重原因的重大历史事件 也被史学家简化成了 吴子叙与楚王的个人恩怨 不过 正如蝴蝶的翅膀 有时是风暴的起源一样 一些偶然的历史细节 确实是起于清平之末 不祥的威风 被楚灵王掏空了家底的楚国 如今已经成为 他身边另一个兴起的国家 吴国眼中的列伍 然而 楚灵王的继任者 楚平王 对这一切浑然不绝 楚灵王因为穷奢及欲 造成民怨沸腾 楚灵王的弟弟楚平王 同样没有约束自己的欲望 史书记载 楚平王奢侈纵欲 权贵阶层重重剥削百姓 楚国危机四伏 楚平王的一次荒唐举动 甚至将楚国置于 前所未有的生死关口 在楚灵王时代 大夫吴举已敢于 在彰化台上直言觐见 著称于楚 到了平王时代 他的儿子武奢 又因贤明出众 而成了太子剑的太师 同样身为太子老师的 是楚平王的宠臣 费无忌 因为得不到太子剑的重视 费无忌对武奢怀恨在心 刺激报复 像这个楚平王 娶儿媳的这件事情 就是费无忌提出来的 楚平王派他到秦国去 为太子剑 迎娶秦国的公主 可是他把公主 迎娶回来了之后 就向楚平王建议 说这个公主太美了 你应该拿她为妻 那么平王一见到这个女子之后 也动了这个心 于是就把本来给儿子娶的媳妇 自己 纳为妃子 不久后 楚平王强纳儿媳 为妻的丑闻泄露 担心太子即位后 对自己不利 费无忌开始费尽心思 不断离见平王和太子 费无忌的挑拨离见 严重影响了平王父子的关系 太子剑被迫逃离了楚国 作为太子的老师 武蛇被费无忌诬告 与太子密谋叛乱 奸臣的禅言蒙蔽了楚平王 他一怒之下 下令诛杀武蛇 武蛇的鲜血 没能熄灭楚平王的怒火 疯狂的刀刃继续从武蛇 和他父母妻儿的身上 飞旋而过 先且从武府紧闭的大门中 缠缠两处 在楚国兴盛延绵了 数百年的武蛇家族 遭遇灭顶之灾 在这场残忍的杀戮中 武蛇全家只有一个儿子 武子虚姓面 因为当时他的父亲 武蛇血姓 要武子虚和他的哥哥一起 到这个楚国都城去见面 当然说这个呢 那都是说这个 奸臣们舍计 就要把武家的人遗忘打尽 武蛇的两个儿子 一个叫武尚 一个叫武元 武尚呢为人很老实 忠厚 武元呢 就比较有心悸 他听到这个话以后呢 就知道 他对他哥哥说 我们这去了以后 父亲不仅不如活着回来 而且我们两个人 也都不能活下去 武尚就说呢 那么最好呢 我去 你那就跑了 就以后为父亲和我报仇 公元前五百二十二年 在一片荒芜的原野上 从楚平王屠刀下 侥幸逃脱的武子虚 正穿越无边的尘埃 一步步奔向武国的国土 他知道 作为楚国的死敌 吴国是他实现复仇计划的起点 此时的吴子虚 他的身上 没有显露出丝毫地影响出国命运的迹象 没有人能意识到 这个从楚国仓皇逃走的年轻人 十六年后又重新回到了这里 而这一次 他的身后 带来了三万无君精锐 三万无君精锐